大家好,我是Stan 7月23号 Attracted发布了50-5027的预告片后 韩国粉丝们和海外粉丝们的反应完全不同 而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部分海外粉丝们的留言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在发生那些事情后 还有人愿意加入这个团 根本没有人想要这样的结果 请停止试图利用那些被你虐待到严重健康问题的千成员的成功 我再说一次 不能一边宣讲道德一边支持这个团体 我不在乎你最喜欢的练习生在不在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第一条评论就算了 但看其他评论后 感觉他们后续的情况并没有被充分了解 他们以为成员们只是因为健康问题退团的吗 也有道德和法律问题啊 然后现在重新整顿后退出有什么问题呢 我真的不太理解 英语圈的外国人真的很奇怪 有很强的优越感 接收错误的信息也不进行修正 而且他们喜欢在SNS上喧哗 所以错误的谣言传播的非常快 真的太累人了 是不是本地人对于了解信息真的影响很大 5050大罚吧 7月12号 刘家里的专言以嘉宾出演了NBC的广播节目 当天主持人问专言 有没有特别想为哪位艺人写歌呢 专言提到了女君子 并说 不要说一首 我可以给100首 专言接着表示 我非常喜欢女君子 SPA也非常喜欢 好新鲜的组合可可应该很有趣 专言制作的歌曲 能收录到女君子的正规就好了 专言的女君子两组都太喜欢了 希望真的能有一次合作 专言的女君子大方 目前出演阿南兄姊 11月即将结婚的歌手明凯婚 今天所属公司公布 明凯婚的新娘就是阿南兄姊的制作人 哎呦 不过准新娘目前已经没有在担当阿南兄姊 正在准备别的节目 哇 阿南兄姊制作人 真想快点听到这故事 哇 我还在想 她说自己不常出门 那么是在哪里遇见的呢 原来是在工作中 哈哈 哇 天呐 竟然同时追逗了事业和爱情 恭喜恭喜恭喜 祝你们幸福 明凯婚 演员宇安寅被指控于7月14号 在龙山区的一间公寓内 对正在睡觉的男性A某做坏事了 据了解 A某当天早上6点至下午4点在该公寓内睡觉 醒来后才发现自己遭到坏事 并于次日向警方提交了控告数 该地点不是宇安寅或A某的住所 而是第三方的公寓 当时现场还有其他男性 警方正在调查 宇安寅是否在当天使用了乌品进行犯罪 以前就听说过他喜欢同性 原来是真的 说是醒来后才知道的 那怎么知道是宇安寅做的呢? 不是现场还有其他男人 被做坏事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知道 真是可疑 这让人想起曾经的情况 这还在调查中 是谁在背后搞鬼吗?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旦爆料给媒体 公众就会自动开始评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还在玩笑的 连影片都太像塔圈了 一开始以为是P图的 太像了 老公真的是成功的粉丝 真的太像了 两个人都是twice粉丝 可以一起追星了 啊 跟长得像自己本命的人结婚 真的太羡慕了 啊 我不可以羡慕 诶 啊 啊 对